上我去學學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是蠻有趣 而且後來發現台灣有這樣的東西 其實可以像做弊 對 其實我們以前在學南館的時候 我們就有那個公彩譜 其實北館也是 就是我們用公彩譜 然後以前都 其實不需要用那個文字記譜 就是老師講 公公留公公彩 然後大家就開始跟著唱 然後開始手上就彈出來 然後老師唱完一遍 那就大家努力的把它記起來 然後也沒有所謂的標準音階這件事情 就是什麼絕對音準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跟著的那個定音 定音的樂器是笛子 每一支笛子它的那個聲音的那個 它的範疇都不一樣 就它的高音定音都不一樣 就每支笛子它的性質都不一樣 所以就看今天大家來這邊 玩這個玩音樂的人 然後這帶來的笛子是哪一支 然後它就會吹一個音 然後全部的人都要follow它的笛子的音 去重新調音 所以沒有像你講的那個 有調音器這個東西 其實傳統音樂 就是台灣傳統音樂領域 對那個東西是很反感的 就是這個違反了我們的文化的真諦 所以東南亞以後也覺得蠻反感的 因為我覺得好像不一定每件事都那麼系統 比如像十二平均率那麼科學化 我自己覺得好像 因為剛剛講為什麼對我來說衝擊這麼大 就是老師唱一個故 因為我以前畢竟就是習慣從視覺就是看譜 然後直接把它彈出來 或是打得出來 所以當老師說是 而且因為鼓你可能左手它就有兩三個不同音 所以你就是一個 對我來說是一個手眼協調的一個刺激這樣子 好 謝謝大家 我覺得我的部分就到此了 謝謝志玉 好 謝謝志玉剛剛為我們開場 順便引導先開做了個簡介介紹這個 東南亞的整體的文化的一個概念 好 其實今天要講的這一本書 跟東南亞原則上沒有關係 為什麼要講這一本 有沒有同學已經讀過的 博覽會的政治學 好 為什麼要講這個題目 是因為我本身的主要的職業是旅遊指南的作者 那我是幫 過去這幾年都在幫Lony Planet寫作 那Lony Planet就是 有沒有同學知道Lony Planet是什麼 你知道 對 它是全球發行量最大的旅遊指南 等一下會傳下去給同學看 就是台灣比較比較少接觸到 是因為它主要是以英文的方式發行 那大概快十年前 連京有出過一系列的版體字版本 可是那一次呢是跟北京 欸 是北京 是不是跟北京商務 不是 三聯 北京三聯合作 對 可是呢 就中間就發生了許多 其實就發生許多關於翻譯的問題 因為其實對澳洲人來講 Lony Planet總不是澳洲 對澳洲人來講他們無法理解同樣是中文 為什麼簡體中文跟翻譯中文是不可以用同一個排版的 然後不可以用同一套文字系統 你們不是都是中文嗎 等等等 然後 除了文化上的語境的問題 然後相關 就是相同的詞 但是有不同的字 在使用 等等等 很多的障礙 所以造成 就只有合作這麼一次之後就沒有 那 後來北京三聯也沒有繼續出 就是Lony Planet 因為它是流指南嘛 流指南很重要就是時效性 那基本上每兩年就要更新一次 意思就是你好不容易才翻完一批 可能兩年還不到 兩年已經過去了 你不要再翻新的一批 所以它會是一個非常龐大的資本的投入 所以後來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 那一直到大概四五年前 才有另外一批年輕人 他們去拿到了 重新拿到了這個中文地區的版權 就是Lony Planet 指南中文地區版權 所以就在中國跟地圖出版社 中國地圖出版社合作 就重新發行了最新的簡體字的版本 那同時呢 也成立了另外一批編輯和作者群 去專門做中華文地區的自己的指南 就是自製的指南 根據Lony Planet 原來公司的這個寫作原則 就是我們其實有一個寫作的交易 就我們要follow那個原則去寫作 比方說我們不可以 我們不可以收取廣告費 就整本書是不賣任何廣告的 這個在台灣的媒體界來講 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台灣的媒體大部分 包括雜誌包括寫南 都是以格子的大小來賣錢的 所以為什麼說大家 就全球都以Lony Planet的指南為規 你也是因為它真的有 相對來說 它的確是站在一個相當客觀的角度 去介紹說這些旅行者 就是這些作者 他們走過的這些地方 中間當然有很多工作守則 這個我就不多說 可是這邊牽涉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透過旅行指南看到的世界 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它背後一定有它的整個價值體系 那這個價值系統是怎麼形成的 那以及我們為什麼現在都要用 都會用旅遊指南看世界 當然以現在這個網路非常發達的情況 大家可能就會變成說 我透過背包客站看世界 我透過大陸的一些中文的旅遊網站看世界 就是各自都會有不同的依據 可是因為這是現在資訊非常非常發達的 這個時代才有這些工具 那如果說在這資訊發達之前呢 最早大家是如何去認識這整個世界 我說的是這個整個環球的這個世界 那就一定要回到博覽會的這個概念 這一本是一個日本人寫的 它叫《極見俊載》 只要講到視線或講到看這件事情 幾乎所有的 我現在接觸到所有的作者 都會把復刻搬出來 有看過復刻任何一本書的同學 請舉個手號碼 有兩位太好了三位太好了 好 好 復刻在我年輕的時候是顯學 大概1990 現在是嗎 現在是嗎 已經很久沒有聽到大家討論他了 好 就是大概兩千年前後 就我在唸戲劇所的時候 那時候所有的人都在看復刻 不是醫院那個復刻 好 是 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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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在看出來看 最近那個 知識的考訣是不是又重新被時報翻譯出版 還是古典時代瘋狂時 總之 對 古典時代瘋狂時 就是最近又有開始復刻回到 回到台灣的一個趨勢出現 好 那這位作者就揭露出了幾句他覺得很重要的 比方說他說 復刻在詞語物裡面提出 如果說從單單只是眺望的對象 轉變為可以正確的測定各種特徵元素的知識過程 他講的其實是從十六十七世紀大航海 西方的大航海開始之前 然後過渡到整個歐洲在瘋狂的舉辦博覽會這件事情 的這一段期間 歐洲人視野的轉變 比方說從十六到十九世紀 十七到十九世紀 歐洲人很喜歡去旅行 他們都會 尤其是英國跟法國人 他們都要天裡迢迢的去到羅馬 然後去看這個希臘羅馬 就是他們文化起源的地方 他們講說這個旅行叫做撞遊 或是翻譯成大旅行 這個是念劍橋牛津的這些高等知識分子 對還沒有到布爾橋崖 布爾橋崖還沒起來 就是這些世家貴咒子弟 一定要去做的一個成年禮 然後呢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們要到處去拜訪各地的 說萬公貴族望族 然後我們會做生意的大老闆等等等等 然後回來的時候要再展示 他在一路上的旅游纪念品给大家看 就说我有收集到这些东西 这品我有去过 跟我们现在用FB打卡很像 那以前他们去在撞游的过程当中 每看到的东西他们都是用眺望 眺望的这个角度去看 我眺望他 我赞扬他 我赞叹他 可是呢 到了博览会的时代就变成 类似百科全书式的 或是博物学式的 什么叫博物学 就是每样东西都可以分门别类 一个一个的格子 最重要的就是格子这个东西的概念出现了 那不像说 在那个时期 尤其是18、19世纪 这个国览会很旺盛的这个时期 那个时候的博物学 它是一个社会的潮流 就像现在最流行的是什么 台湾有什么潮流吗 独立书店 哦 独立书店好少数哦 好小的潮流 好比方说 现在台湾很流行 韩国女团好了 就类似这种 就所有的人都在 都在跟着Follow的 跟着按赞的这个潮流 那个时候的博物学 就是像现在这种Fashion的赤文化 也不是赤文化 就主流文化的东西 当年的布尔乔雅 就是稍微有一点钱的人 基本上都努力的疯狂追求这个流行 所以呢 自己的家里就会开始不断的 有收藏品 各式各样的收藏品 奇珍一宝都把它收藏进来 然后就可以介绍给人家来参观的人进来看 同时这个出版的市场上面就出现 就是各样的植物质 自然质 还有旅行游记 你看有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在喂养 是不是另外就是 有很多很多的人在世界上面跑来跑去 这个工需关系是非常的丰硕的 所以呢 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讲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充满自信的一段时间 他们所掌握到的知识 他们所认知的世界 比过去的这几千年来都丰富的太多 在那个时期有一个就是那个观点的转变 就变成说他们认为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可以被分类被排序 那这个博物学呢就变成说是用科学 我们这个德先生跟赛先生又出来 没有同学不知道德先生跟赛先生是什么的 都知道高中都念过 对对对对 好 就是这个科学 科学变成一个最时尚的东西 他也被认为说 他是可以用来证明 他们在殖民的过程当中 他们所面对的这些 所谓亚洲或第三世界里的原住民 这些土著是卑劣的 他们可以对这些土著任意妄为的有效的一个手段 那这边就是 郭许宇沈杰提出来表格的这个概念 在整个系统线面来讲 就是说这个世界被他们所符号化 变成格子里面的各种项目 比方一格一格的监狱 然后国务馆一格一格 一个一个的展馆 然后一格一格的动物园 和一格一格的植物园等等等等 所有东西都被分门别类 最开始最开始 巨像这个视觉的就是1798年巴黎的产业博览会 然后接下来1851年的水晶宫 对伦敦水晶宫这个世界博览会 那水晶宫世界博览会其实无论是在建筑史上面 或是在文化发展史上面 或是文化评论的领域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标的 为什么如果说从建筑史来讲就是他突破了过去古代欧洲 必须用砖头或石块去建造房屋的传统 大家都会想说这个玲珑剔透充满玻璃和钢古结构的现代建筑 是哪一个建筑师的创业 可是很抱歉他不是建筑师盖出来的 他是造原师盖出来的 就是搞花园的人盖出来的 那时候就搞了一个工 不是公标案 就是 也算了 公标案 就是一个净土案 就是要大家提出来说 我们现在要搞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博览会 那大家建筑界赶快来提出你们的那个办法 有没有办法弄盖出这么大的一个场馆 好了 就是 所有的提案都不能用 可是只剩下六个多月的时间 要搞一个这么大的场馆怎么办 于是呢 就有一个 盖温室的 你知道前面讲到 大家都在收集东西嘛 那从远东要收集什么东西呢 热带植物啊 热带植物到英国要怎么活 你只好盖个温室让他活嘛 所以温室就那个时候是 在整个博物学系谱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盖温室的就提出了这个 用钢骨 用这个铸铁 的这个新的建材和玻璃去搭配 很快的用玉珠工房 就这样啪啪啪啪啪 就这样搭出来了 对盖这个最快超快 然后就形成当时的建筑史上的大奇迹 除了这个建筑史的奇迹之外呢 他里面的展品也形成很大的奇迹 第一个有没有看到这个是 好像是棕榈树 对不对 棕榈树哪里才有 就是带国家嘛 所以奇珍异宝 从遥远的东方 送过来的各式各样的东西 这是什么 埃及的 不管是真的假的 一比一复制的都好 通通都在这边出现 他的单日容纳人次可以达到11万人一天 在里面 我们可以想想 台湾有没有哪个地方可以一天放弃11万人 农业伯兰会 农业伯兰会 就是伯兰会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 我们去想都会觉得天啊是一个好大的灾难 可是那个时候在英国跟法国甚至欧洲 后来欧洲各地跟美国 搞博兰会是一门大生意 超级大生意 他可以连带的不仅仅是策展单位的赚钱 还有与此同时 在发展的一个东西叫做铁路 铁路会带来人潮 那谁要负责搞定这些人潮 是不是旅行社就要出来搞定这个人潮 所以第一批出现的那个旅行社 搞团体游的旅行社也在这个时期出来了 就所有的事情包括工业革命 都在这个时间点 18世纪中叶全部一起爆炸 这个时期也是 法国在中南半岛快速扩张的一个时间 也是英国占据印度跟香港 还有新加坡 就是他们的这个在外面的世界上的殖民扩张 跟他们在内部的这个文化展示 国力的展示其实是一起的 好这水晶空的外观 他并不是一个很遥远的东西 他一直到1980年代才被烧掉 所以助力在那边很久 这个是另外一个模仿水晶空的博览会 但我现在一下忘记了 就是他说他提出来一个创建 他认为博览会是一个多层次文本 有国家企业家大众媒体 他旅行师他们扮演了编剧的角色 去写出这个outline 那表演者是谁 那表演者就是观众 他follow这个outline 然后把自己投身到那个舞台上面 去称为这个舞台的血肉 那从博览会这个概念 衍生出来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百货公司 大型的shopping mall 在博览会出现之前 你看传统的商店 就像我们的干嘛店里面 黑黑的有没有 你去买东西 那个老板会出来问你要买什么 他跟他说我要买什么 然后他拿东西给你 我们小的时候去干嘛店 买东西是这样子 就是他不像像7-11这样子 很明亮的所有东西都开价式的 你去看什么都可以直接看得到 那博览会他扭转了这样的一个 人跟物品之间的关系 他让整个世界变得透明了 原本看不到的东西都被彰显了 而且他变成一个像梦境一样的地方 所以说博览会跟百货公司一样 他都是所谓的拜物教 我们现在努力的逛网路商城去看 每样漂亮的打光打得很美的商品 其实也类似 为什么我们看到他之后 会有一种愉悦感 这疗愈感 其实跟这个拜物的过程是有关 是有关联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见识物诗 见识物 见识物其实是日本的一个文化 其实说见识物诗他比较像是 台湾比较少类似的设施 就是说有所谓的见识物小屋 就是主题乐园里面不是都会有那种你可以来玩巨大的蟒蛇或是双头蛇或是哪里来的诸如 就是来看这种世界奇观 然后引导你去看这些世界奇观的人叫做见识物诗 那在博览会里面也开始出现这样的角色 就是要带你出去 要带你出去玩嘛 要给你做导览 这个导览其实跟这个见识物诗其实是一体的两面 然后这是刚刚讲的铁道旅行 它形成一个很特殊的视觉观点 视觉的状态 这是以前没有的 就是人是被剥离透明的一个隔膜所包围住 然后在移动的过程中观看事物的这个体验 以前没有 以前我们要看东西就是去到那个东西前面看它 然后可能要跟它相处很久 可是在博览会要形成一个逛的概念 逛街 windowshopping 然后所有东西你都看没有办法一直盯着它 没有办法跟它相处 就是被人潮推着一直往前走走走走走 很快速的浏览的这种经验 跟戴火车经验其实是很类似 那这个第一个因为这个博览会而大转观光台 就是这个汤姆斯库克先生 他不是去澳洲的那个库克先生 那是第一个搞大众旅游然后赚大钱的旅游 搞了一个巨大的地球仪 我就想说你那巨大的地球仪是在外面那怎么看 没有 他把地球建在地球仪的里面 所以参观者就可以从这个楼梯这样一层一层的上去 看到地球不同的地区的面向 然后这是外观就是一个方法 那刚刚那个是英国的情形 巴黎就觉得我不可以输你啊 你看他们在亚洲的这个殖民战争一直在此消彼长 他们在欧陆的这个博览会的战争也在此消彼长 所以为什么后来只要提到世界博览会 大家都会想到巴黎 是因为巴黎他不断是 对他的那个格局跟他的那个资本都是 就是极大的压过了英国 所以他在1867年到1937年办了很多很多次的博览会 那人次从一开始的520万飙涨到后来到4810万 就一个博览会的这个人次 那同时呢为了要去展现这个博览会吸引大家去看 过程中是盖了很多相关的设施 比方说有爱贝的铁塔 这是因为博览会盖出来的 然后奥赛美书馆啊巴黎现在艺术馆 博览会在巴黎的诞生跟巴黎这个城市的重新改造 有非常大的关系 以前巴黎是一个阴暗密集 然后就很像台湾的老城区那样子 所有东西都挤在一起 然后那个罪恶跟脏乱慢生的一个状态 然后后来就有一个设计师 把巴黎整个打开 就是去用香榭大道这种符咒形的 放射状的大道 把巴黎的这个空气跟阳光引进城市里面 做了一个很大的改造 那关于这个改造大家可以去网络上找这一部 纪录片叫做城市的远见 非常非常经典 可以去理解巴黎的改变跟现代 我们去观看城市的这个视野有什么不同 它的那个关联性是什么 那同时博览会就成为巴黎转变成花都的过程当中 一个欢迎大家来见证我们的成功的一个吸引的点 好 然后这个是1855年 你看其实跟刚刚那个1851年离不太远 这是1855年的世界博览会 他们搞了一个殖民馆 殖民馆 然后看到什么 有佛像的 这是最明显的 然后热带的植物 虾胶 从这个殖民馆开始 人变成展品 被拉到欧洲去展示 就是土著 土著就跟标本一样 可是他们要看到活的标本 所以就是一个家庭一个家庭 像 有点像拉奴隶那样子 我管你本来就是把你拉来就对 然后你要负责任在那边表演你的真实生活给大家看 好 到1867年呢 更大 超级大 就搞了这么一个很大的展厅 然后中间又分了好几层 然后中央一样就是温室 去展示这种 热带的殖民地区的奇华议会 然后一层一层的 一圈一圈的 跟刚刚我们讲的格子的概念一样 就是每一区有每一区 他的要展展示的主题 刚刚什么 知品啊 原物料啊 食品材料 食品材料最外圈 他除了展示这些 一具有异国风情的材料 为什么讲材料 食品材料 他们来到远东掠夺殖民地的一个很大的目的是什么 是香料 所以 还有原物料 其他比方说像橡胶这些的原物料 这些都是他们展示我们国家多么富强的一个重点 所以就透过一次一次的这个博览会 然后这个展示食品材料的地方也是高级餐厅的所在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享受穿着中国的服饰的或者是穿着日本服饰的 这些由其他的国家提供的适应服务生为你服务 就是非常的具有异国风情 对就是这套逻辑从来没有改变过这么久以来 好这个就是那时候出现1889年的这个巴黎铁塔 然后延伸下来就出现一个概念 叫做中途街乐园 他最彻底的实践就是在1893年芝加哥万国布兰会 就在美国 人种展示变成重点 变成重点 他是用民族学的概念去包裹乐园的这个实际的本质 整个乐园是这个中途街是依照从未开化到开化排列 那未开化到开化这个概念 其实我们可能30岁以上的这些同学比较熟悉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父母都跟你说那些就是没有开化的华纳野人 然后哪些西方欧洲就是一开化一开发国家 就是会有这种所谓的主次或者是优劣人种优劣的这种歧视 这个歧视感其实在那个时候他们认为是科学的 是用民族学的方式去定义出来的 那之后的美国会员会基本上都依循这个角色去做它的归头 那同时也影响到我们在亚洲 我们在第三世界的地区 我们怎么如何看待自己 这其实是很恐怖 我们完全的接受了西方的视角去重新定义我们自身 而且中间是缺乏繁星的 就是喔反正我们就是比别的落后 那因为我们没有那么摆之类的各式飞行的 一群西方视角下面的各种 然后1990年就开始出现 巴黎布兰会就开始出现了所谓的简朴寨观 一样就是除了这些近乎一比一的模型之外 还有就是把人给运了过去 放在这些模型当中生活 其实现在用人道的角度去看是会觉得很可怕的 可是在那个时候完全就是理解放然 然后到90年代中期 博览会这个概念就直接由主题乐园来承接 就变成主题乐园博览会化 或是博览会主题乐园化 比方说像纽约士博 那个时候就出现非常非常商业化 以前只有国家在主导去展示他们在各地 全球各地的这个扩张行为 可是到了这个时期就变成 每一个场馆是由企业去主导 然后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广告 比方说克莱斯乐的场馆就改一个巨型的汽车 然后屋顶就搞成月球表面的样子 或者是冰淇淋形状的餐厅 就是大家去想那个现在很美式的 很脱离现实的那种夸张的 或是我们讲普普 或是讲魅族的这种风格文化 可是很有趣的是这些 所以这些概念和实际上他们这些设备 是被迪士尼 就是整个博兰会结束的时候 就被迪士尼直接拿去用 然后进而影响全球的主题乐园 然后大家还以为这是一件很前进的事情 那对我来说其实旅游指南就是所谓的指上博兰館 为什么这么说 出国前会看旅游指南的同学举一下手好吗 好其实蛮多的对 我们透过旅游指南是因为我们不知道 这地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吗 所以我们想说我们看一看旅游指南 然后让增进我们的基本概念以及确定 我们要去看哪些东西 哪些东西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对不对 好先往下传 这是刚刚讲的过来 所以旅游指南的宗旨它是 很媚俗的 它提供读者想要知道的资讯 它不是像圣经一样告诉你做人做事的道理 它是你想知道所以我写给你看 你才会买我的书啊 这是在商业的这个立场上面才有办法成立的东西 然后再来跟刚刚的博兰会一样 它扮演就是我们出国我们都会想像我们是一个探险家 那我们会需要有个依据 那个依据其实就是这个指南 这个指南就变成我扮演探险家的时候 这个角色的时候的脚本 那这个脚本其实充满了简化和猎奇化的知识碎片 我没有办法从旅游指南当中真正的看到知识本身 我只会看到让我对我的旅游目的地充满想像的一些很有刺激性的 或是如梦幻的刚刚讲到博兰会 如梦幻般的这些描述 跟当地的真实其实是脱节的 即使在指南书上面口口声声告诉你这是真的 它都是营造给它都是设计给观光客使用的服务 其实是这样 里面会有一些危机的提醒 可是实际上真正很危险的地方 我们在写指南的时候根本不会介绍 我们会讲说那地方不存在 然后完全不列入 这样你就根本不知道有哪个地方可以去 因为只要我们写了 我们就必须对读者负责 那如果你们出了事我们怎么负责 所以很多人会抱怨说 为什么Lonning Planet中文版的第一版的台湾 没有介绍怎么登台湾的山 登玉山或是百岳等等 那是因为如果你完全没有经过登山训练 你随便去挑战台湾的山你的性命堪忧 所以我们的决议就是我们完全不提这件事情 他是为了 所以你有参与这个事情 对 对就是拜托 就因为之前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有个纽西兰的年轻人 他就拿着Lonning Planet英文版来台湾 然后他就在山里头迷路 然后他就再也没出来了 然后他的父亲好像就是几乎每年都会来找 来找 可是因为气候关系什么关系 他就是只能够来一阵子 然后就一直都找不到 那英文版的Lonning Planet写非常多台湾的山区 我们那时候在看的时候 就是要看他们英文版 然后重新去评估我们这种版的写的时候 就在想你这样写当然会没命啊 他不是一个 他跟欧洲的山不一样 跟有些人的山也不一样 台湾的山是非常非常有个性的 他的登山的原则也跟其他地区登山是完全不同的 那如果说你按照自己可能在自己国家登山的经验来登台湾的山 那真是必死无疑 可是刘子南有办法告诉你有这么多事情吗 没有办法 然后呢 所以我们在写的时候会挑选 只有在有提供观光服务的地方 才会在书中呈现 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观光冲击的问题 我们常常讲巴厘岛 巴厘岛它本来真的是一个天堂一般的地方 可是后来为什么变成所谓的观光灾难区 观光灾区就是因为Lonely Planet 它的第一本创业作叫做东南亚 或者叫做黄色圣经 它里面大大的宣传了巴厘岛的美好 之后美好的陶宇就完蛋了 所以其实我们都 有的时候作者群之间会跟协议说 哪些店很棒 但我们都不要报道 因为它不一定能够承受的起观光冲击 所以我们会特别去挑选 它有办法去承受的 或者它有那个格局去提供 消化的 对消化那个冲击的 我们才会去写 不然其实 它等于说是 我今天我写出来 那当地居民的生活可能就完蛋了 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一个做法 所以有时候会偷偷开玩笑说 真正的好东西 我们不会让人家知道 这是 其实是保护当地的文化能够完整的发展的一个做法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其实跟博览会一样 就是当旅行者他在路上看到的这些东西 就是所谓的日常 这些日常 这些日常 当他们脱离了原本的脉络 其实就变成标本化的奇观 大部分都是观光化的景点 虽然游客在那边自身的是当地 可是其实往往一点也不在地 好我们讲说中国团客来台湾好了 他们在地了吗 对 他们被一条龙给包围吗 对 这个其实是一样的 其实你是散客也一样 比方我们在东南亚 呃 就会看到欧洲人到了当地之后 他们就会去所谓的pop street 然后他们有 他们的生活永远都在那个pop street里面 然后按照他们自己原本习惯的 比方说晚上就是要饮酒作乐 可是这个在当地的人是绝对不会这么干的 就是跟当地人完全不是生活在一起的状态 或是吃的食物也好 就一定会有什么 fried 我忘记了 薯条吗 对 就是你一定会看到那个 所会提供给观光客的那个商店 都会长成某个特殊的样子 即使是在当地 你会觉得那是真实吗 这是一个问号 然后再来就是 游客会强调我是来享受的 我是来花钱的 我不应该受到当地的规范所约束 比方说我们讲那个在柬埔寨好了 不可以摸小孩子的头这件事情 然后就会有人说 可是我是游客啊 他们不可以责怪我 或是刚才 前一阵子不是爆出来说 那个中国游客去拉那个僧侣来拍照 女生哦 女性在东南亚是不可以去碰触僧侣的 可是他们就去扯那个僧侣来一起 来着僧侣去拍照 这件事情 对 这件事情在柬埔寨整个大爆炸 就是 那今天我的脸书墙上一直在被疯传 就是天啊 怎么会做这种事情 然后最糟糕的是 那个拍下来这件事情的那个柬埔寨籍导游 被其他的导游公干说 你为什么不去制止他们 你为什么有空在这边拍照 就是他会形成一个 游客觉得我是在 有一种类似自外法权的一个状态 我是局外人 对我是局外人 所以我不用follow你们这边的规矩 于是呢 就会发生之前那个 有个小女孩不就被海狮扯到水里面去吗 或是你去非洲玩那个safari 的时候被狮子吃掉了 人家都跟你说你不可以下车 这个东西跟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被训练 其实这是一个很糟糕的训练 就是我们是隔着动物园 我们是隔着植物园 我们是隔着柵欄 我们隔着一面又一面的玻璃的这个墙 去认识世界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看这些标本看久了 其实是会丧失判断真实或虚构的能力 我们以为只要是旅游目的地 就是一个巨大的主题乐园 我们的人身安全不会受到影响 然后观光课理论理所当然应该要被保护等等 就是会有这种很奇怪的谬误 导致人没有办法去做出真正的判断 或者是之前就发生过那个 我在澳洲的时候我们要 有朋友就说他想要去走一个海床 那个海床在退潮的时候 是可以涉水而过到另外一座岛的 我就说可能不太好吧 因为这个海域是有鲨鱼在出没的 然后等到我们到了那个港口附近的时候 就旁边的渔夫就跟我们讲说 你们真的不可以下水因为有鲨鱼 然后接着没多久我们就听到另外有 有台湾的朋友就警告我们说你们千万不可以下水 因为前两天就有一个台湾人他也是这样走过去 结果在海里面不知道是抽筋还是干嘛 反正水突然就涨起来 然后他就他就溺水了 然后就被救到医院之后 那个医药费到现在还付不出来 因为非常非常昂贵 可是那个时候那个气氛就很明显 因为我们是游客 所以这边的规矩我们不用遵守 所以我们不会发生事情等等等 好像你是游客 你到哪里都有一个巨大的水晶球体 把你包起来一样 完全不是 那好这边是台湾常常看到指南的形式 你看大家都很熟吧 那接下来我要介绍 我认为比较好的指南的形式 第一本呢是Galimar的 Galimar出了一系列的国家指南 比方说像这一本是罗马 这已经很久了 这是应该快二十年前 现在没有索百色可以出了 因为非常非常 这层门非常非常昂贵 那可以往下查 通常书封打开来第一页 书封打开来第一页 就会是全区的区域图 那大家可以一眼就知道整个区域的那个重点是 轮廓是什么样子 然后再翻过来 Galimar用银色的烫银的这个印刷方式去呈现 罗马的这个城市异象 然后去描述说 这过去这个城市它是如何被 各式各样的建物堆砌成现在的样子 然后它的目录 会 你看它的那个编排很厉害 它一开始是讲说 罗马的历史 这个在我在前面 罗马的历史发展 这个是一般我们介绍一个地方 最开始都会有这样的一段概述 然后接着它就会讲艺术跟传统 请问台湾哪一个指南会这样做 会讲艺术跟传统 带你去看五歌舞蹈 等你写 然后接着就介绍建局 因为大家去罗马就是看房子嘛 最重要的看房子 然后建筑的整个简单的建筑史 跟城市的发展史 很多人就会说这看起来好像是什么 大学读物大学书百物还是什么 我们不用看了 可是当时 当时二三十年前的指南 欧洲的指南是以这样的 以这样的编排为终的 然后接下来呢 是画家眼中的罗马 就是历朝历代 重要的影响 这个世界的这些文人艺术家 他们怎么看待罗马 其次才是各地区的景点介绍 其实你从这一本书就可以知道格局是什么 然后讲说指南 余游指南必须要有它的高度 然后它里面还很可爱 它先告诉你 在罗马这个地区 我们要怎么去认识它的动植物 对 这个完全是当时博物学兴盛的时候 我们去看发现之旅那本书 或是相关的植物学的书 都会有这种细密化 这完全跟博物学的那个脉络 是一脉相成的 然后这个是中间的拉叶 是梵蒂冈 因为梵蒂冈是罗马一个比较特殊的 独立的存在的国家 所以它用拉叶的方式去呈现它的这个 不同于罗马其他地方的特殊性 还有罗马几千年来的发展 用一系列的透明的描图纸 一层一层像图层这样子的 坐在书里后天后也可以翻 坐在书里面大家去看 同样的做法在最近的五哥 有一本五哥的指南也开始有 但它是用以前的照片 对比完成图 完成 对比复原想像图 然后是用透明的鲨鲁鲁片 去做 可是因为实在太重 我就没有办法背过来 类似的做法 然后真正台湾的读者很care的 旅馆怎么样啊 餐厅怎么样啊 这个实用资讯的部分 我在后面有贴了一个小小的mark 其实只占全书的很少很少很少的比例 我觉得这才是合理的 因为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我要去 我要去理解那个地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那至于我的吃我的住 我就用 那个trip advisor我都可以找出我要的答案 我为什么会需要一本流 我只能告诉我呢 你里面放的满满的全部都是旅馆跟餐厅 那看起来就是一个广告行路而已 然后dk 这个是大陆书的柬埔寨爱于老国 老国就是辽国 dk指 dk这家出版社是英国的出版社 也是跟 他是跟法国的那家里马在打对台的 所以 他们的出版品有很多地方很相似 那你会看到他们的这个指南书的长相也有点像 也有点像 但是dk他是做百科全书起家的 是全球最权威的百科全书出版社 所以他们的指南也演习了这个百科全书的传统 再往下走 打开的第一页就是书封的这一页就是告诉你 他是在中南半岛的哪些区域 然后有大概的主要意义象是什么 然后接着是如何使用本书 所有的百科全书里面都会有这一张 叫做如何使用本书 所以在他的指南书里面也有这个部分 然后就刚会理他的那个固定的编排的模式是什么 我觉得最厉害的是这个东西 他把 因为大家去中南半岛很多都要去看古迹 他是寺庙 他把这些古迹寺庙用类 3D的测试图 测 测边的测 测试图去呈现 然后搭配 拉线图说 这个 这个术语叫拉线图说 这个是DK的百科里面 算是创举的一个做法 就是每一个点 他都用拉线的方式去接掌 现在来看这个都会觉得好像很普通 可是你摆在20年前 摆在30年前 这个是在当时的排版技术来讲 是非常非常先进的做法 可以说后来的百科基本上都呈现了DK的这样编排的模式 好 一样 一定会有自然风光与野生动物 我不会告诉你这边有什么东西值得买 但我一定要告诉你这边的这个整个环境和动物是什么 然后再来 这个地方的文化背景 很厉害 我只能说很厉害 就是他把佛教对当地的影响 然后以及最显著的一些文化特征 他们统统都用一页 一页 剪而概要的告诉你 你要注意哪些事情 然后当然就会有历史 那历史的下面就有年表 因为这有好几页 所以年表是一路往下 年表是写的非常非常的细 非常非常的细 然后这一张图也不是简单的 就是随便画画的图 这个是当时19世纪 进入中南半岛的前面的先驱的探险者 做的绘画记录 因为那个时候照相的照相书 还没有那么普及 好 这是比较大的 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说今天我要去看了这个景点 它到底有哪些东西是值得看的 那这些东西各自是什么 在缺乏中文导览的情况之下 这样的一张图其实就提供了非常多的资讯 老实说 目前在台湾应该没有任何一家出版 所以有办法做得出来 因为光是要画这张图 就是一个很大的门槛 要画这张图必须有非常多的照片 去拼接和比对 它太昂贵了 可是这本书里面有多少张这种图 等一下同学拿到手上给看一下 然后这个是比较小的景点 就会用这样一格一格的方式介绍 重点是 我们讲说旅游指南良心在哪里 良心在 良心在方框 这个专业名词叫方框 你去看每一本旅游指南 它的这个优历 就是看它的方框 方框是作者 站在它的观点和立场 告诉你这个地方有什么事情 很重要一定要知道 比方说这边就介绍了 红色高棉 它想办法在后世去 大家用现在法律的方式去做审判的一个过程 那对于遗迹的呈现 它是用艺术史的这个编年 去从古到经 然后去排列 然后最后 一样就是我后面有贴个小mark 游客指南的部分 也是一点点小小的 206到261 60页左右的这个 然后再来Lonely Planet Lonely Planet 我第一次使用是我在澳洲的时候 它很可爱 它翻过来封面第一页 就是左边有那个音质尺规 跟公分的尺规 让你如果在国外需要量东西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用这本去量 然后简单的告诉你说 在那边会使用到的一些 基本的概念 然后语言这样子 然后目录 从20页到81页整个 全部都是概论 老实说我在写Lonely Planet 最难写的就是概论 景点都还好 景点就是简单介绍几句就过去 可是概论你一定要 它的每一本的概论 都是由相关领域的 学者或研究者指比 它不是随便讲一讲就好了 你每一篇都可以当做小论文来看 非常非常的精神 然后每一座城市 前面都会有这个 General的这个历史范围等等等等的介绍 然后再来景点等等的 它是我用过所有指南里面 最实用最日常的 是真的可以有办法救命的指南 所以它很特别 你没有发现 全部都是字 全部都是字的书在台湾卖不起来 那这个是最无聊的 就是旅游路线 其实所有的作者都很不喜欢写这个 因为 对于旅行者 就是 就是 自由行习惯的旅行者来讲 他们并不会去规划自己的旅行路线 就是走到哪 然后可能明天后天 我在想我下一站要到哪 并不会说 我今天就是整个像套装形成这样 可是为了 适应各种不同客群的需要 所以还是规划这个方式 然后他们盖来 其实用很小很小的字 然后塞很多很多的文字在里面 然后历史这么长 然后下面一样搭配大四年表 那这个是 嗯 一样就是我讲出有方框的部分 就是旅游指南的良心 他会讲什么 第一个是负责任的旅行 每一个旅人 对于当地都必须负起他 作为旅人的责任 尊重当地文化史 然后还有什么事情 因为每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 然后再来就是 特别highline 制止泰国儿童色情旅游业 不要成为 邪恶的企业的帮凶等等等 然后以及刚刚讲到 梦族人是谁 你可以想像 一个旅游指南 可以告诉你这件事情吗 台湾人需要看这本史 很需要 所以非常的实用 就是那个时候在 我在澳洲一年 这个 他们的这本澳洲指南 我是每天就是 放在枕头旁边翻 因为去之前看 在当地看 以及去完之后再看 每一次翻的感受都会不一样 他的每一句话都非常的精烈 可能没有到当地的时候 是不太理解 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 所以那个感觉是 层次是很丰富的 可惜我那本东南亚已经 整个被我拆一散掉 我没有办法带出来 好 那这个是 才是真正 关于日常生活的 呃 我刚刚讲说 每一本指南 其实都只有一点点的地方 然后 它是从660页到 676页 大概只有100页 左右 然后他很贴心 他把肾脏旅客 同志旅客 他旅行旅客 各自会遇到什么问题 可能我写在上面 这一本旅游指南 距今已经有12年左右的历史 就是大家手上那一本 是12年前的书 对 一直到现在 还是很好用 虽然说 那个价钱参考什么 已经都不一样了 所以这本 嗯 翻进版的旅游指南 一直在二手书的这个思想上面 一直都还很抢手 然后另外就是现在台湾市面上最好用的 叫地球 简称地球的步方 对就是漫步地球的方法 嗯 他就是用很多很多的图 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编排方式 很多很多的图 然后搭配很精简的字 可是他对于像五哥遗迹的这个部分呢 就 琢磨非常的多 占了整本书的一半 然后里面很重要的是 只要是跟遗迹有关 一定要配这个 我们叫图面 建筑的图面 其实基本上所有介绍 五哥的指南 通通都会有这个东西 那一样搭配拉线图索 然后这是回廊的呈现方式 密密码码全部都是图 然后很简单 告诉你这里有什么东西 那 日本的指南 就是台湾指南书的规划 其实一直都是参考日本的指南书在做 所以会看到一些比较熟悉的 但是他们的做法又形成另外一个高度 就是他会告诉你说柬埔寨的料理 光是检视火锅就有十种 哪十种 然后介绍一下 那这是其他的柬埔寨的菜肴 有哪些 他不是直接告诉你去那个餐厅可以吃到什么 那这个就是他推荐的一些餐厅 大概是这样 日本日文版的可以看一下 除此之外 博士旅游指南的书 也想推荐一下 就是在泰国有一家出版社叫做River Books 应该知道River Books 它出了很多跟泰国和柬埔寨 或是中南半岛有关的书籍 像这一本叫做五哥的浮雕 五哥的浮雕 那里面也是 它其实算是专属 可是编得非常的好 那这一本呢 是在五哥遗迹前面常常可以买到的 这种盗版的 一本五块到十块到十五块之间 看怎么买 对 西方的旅行者很爱用的 基本上 他们有很多本啊 内容都大同小异 我也可以看一下 好 我今天要讲的就到这边 这个好像有中文 诶 新版的 不知道有没有翻译出来了 上面一个版本是2011年的 嗯 就它也是两年 两年更新一次 可是台湾翻译的脚步跟不太上 嗯 它有中文版本 所以 目前台湾可以买到比较好的流塞 大概就是他们的 好 今天超时的 不好意思 10分钟QA可以吗 好 清清清清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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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一堂课啦 对 那那个云章建议说 因为我们可以 我们这堂课是讲 您请坐 您请坐 请坐 我们这堂课是社会创新 对 你要谈是说 一些台湾现在的社会问题 然后怎么用一种新的模式 或者组织去解决这些社会上的一些比较辛苦的事 就是这样 那我们当初是focus到说所谓的新移民的议题 那因为这件事情对台湾越来越重要 对 所以我们来到参谈书店 那当然是张震啊 好 这个大名鼎鼎说一定要来 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是有很多多重目的 那我们把时间给同学好不好 同学们有没有 可是我们有一个社会创新 就是你把麦克风传下来 我们这边每一个人都要拿到麦克风 每一个人都要拿到 可以不讲 不讲就传给旁边的人 可是你要拿到 我们要保证你有这个 八言拳 通常不讲的 然后麦克风就会讲 你还是可以坚持不讲 我看他被我提到他就不讲 哈哈 他很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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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刻就喘 没关系 今天那大概不是雾音 好 那我分享一下 因为今天的议题我 因为我以前是念博物管学的说词版 所以我自己 就是可能对着文化的东西 其实蛮感兴趣的 那 就是 今天也很感谢有两位讲者这样的分享 然後就是等於是說我們對於就是東南亞這一塊又有一個新的那個理解 然後剛剛講到柏蘭會那一塊其實也是我是蠻就是蠻有那個共鳴這樣 那就是因為今天因為我們如果以我們這堂課的大概觀念來說 所以就是一開始可能就是可能就課程上來看的話 可能當初聽的議題可能好像沒有一個直接的共鳴 但是或許我們等一下可以聊聊就是說 就是對於你們來看就是現在台灣整個在對東南亞這一塊的整個發展 這個重視這一塊 你覺得就是從我們自己找出來看還可以有什麼樣的可以討論的東西 就是從你們自己過去這些經驗背景啊 或者是你們在看的時候怎麼樣才能有更多的交流 因為像我最近看了在看法羅伊布那個劇 那剛好裡面很那個那個叫就是花甲男孩 它是會在你們當下裡面它現在它其實這部劇裡面它是直接已經把那個現在那個那個越南籍的議題 他們就把它拿到裡面的在戲中就很自然而然的孤城 就是裡面就用到了這兩個越南新娘 一個是攤戶然後一個是越南新娘 然後就很自然而然融入在那個話題 它其實就已經是其實我們台灣像我自己家裡背景也有的人是那個就是也有舅舅他們是取越南新娘 所以那個東西是很貼切的 所以那個東西其實是很有就是在這種戲劇上面的呈現是很有共鳴的 那我覺得看就是不知道兩位講可能有什麼想要跟我們分享 就是關於就是你們在看台灣現在整個社會上 跟東南亞這樣的議題上有沒有還有更多的連結的可能性或創新的一些可能 就是因為你剛剛講的花展男孩我覺得它是一個比較好範例 因為我覺得在花展男孩之前其實比如說我覺得不管是新住民移工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群這個就是一個就是一個主角 可是我覺得其實是滿抽離就是滿脫離生活 因為我們生活中其實比如說大家都有同志朋友 或大家都會一定會家裡或是比如說親戚的家裡一定會有看護工 或是家裡很多人的親戚就有新住民 可是它一直都是就是整個被就是你在 被遮蓋 對比如說你在看一般生活這種戲劇他們都不會出現 那不會要不然是出現的時候它就是完全是一個特殊就是它就是一定是主角 就完全這個戲劇就是for同志 就在講同志這個議題或講幸運的這個議題 但我覺得對我們兩個而言因為其實我們兩個是做東南亞藝術文化的研究 可是因為可能最近的在講這個東南亞這個議題都會在講新住民跟移工 所以對我們兩個來說反而會是一種對於這來說可能會是一個困擾 因為比如說大家就可能會想說 那你都知道柬埔寨或知道東南亞文化那你可能也可以說說看 或是你也可以去講座的時候分享一下比如說新住民移工的東西 可是老實說我覺得這也是這也是台灣之後在 比如說或是我們現在在講新南鄉或是新南鄉的文化的時候是一件非常 我不知道怎麼講是非常對我們來說會有一點驚慌 就我們明明在講東南亞文化我們不是在做一個新住民的文化 所以比如說像我剛剛講的我們在做那個比如說干梅羊的分享的時候 我們做的其實是印尼比如說印尼的這個音樂的文化 我們不是完全那可能比如說新住民他們並不一定在他們以前並不一定會學習 可是在台灣可能大家對我們期待就是啊你既然知道東南亞 那你應該就要可以就是每個主題你都可以扣合啊 會去討論新住民跟移工 但其實對我們兩個來說對他來說一定更困難 那對我來說可能我還有一些就是偶爾會去接觸這樣子 對 我舉個例子好了我們在講東南亞文化的時候大家會直接連結到 那你們對新住民可不可以發揮一些想的見解這樣 那個感覺就很像今天有外國朋友來 然後你說那我帶你去廣義01 然後他突然跟你說你可不可以跟我介紹一下媽祖繞境跟那個 騷網船 就是 就是完全割裂的不同 但是不同的生活的領域 就是 對生活在騷網船跟媽祖繞境的人 可能跟你不是同一批人 那一樣 對 你不會要求越南的台商說 誒那你來介紹一下台灣的就是表演藝術文化 就他們怎麼可能董拜託 但是可能在台灣可能因為就是新住民跟移工 比如說從前我們好幾十年前在講東南亞的這個研究的時候 大家都是以就是經貿為主嘛 就是經濟跟 經濟跟政治的發展 然後後來又開始 那可是那時候一直沒有戴起一波的風潮 那現在戴起一波的風潮 當然是因為比如說政府或是大部分人覺得 新住民跟移工就是在台灣的人數很多嘛 所以我們開始要討論 可是當他們討論的時候 他們可能是希望是從 針對就是從他們的視角出發 可是其實對我們來說 他其實是兩個不太一樣的出發點 那在將就你剛剛講 就是新住民也許他就是 他可能小時候沒有學怎麼宮廷舞蹈啊 那是不一樣的族群 可是 但我們有時候可能就會被要求說 我們要去就是分享這樣的東西 但其實對我們來說是就更不可能 不是有難度是根本就有點困難 那再來就是我覺得這對台灣的 對於東南亞認識也是蠻 也是有點危險 就是你看到可能就是 我們每次去參加東南亞的 比如說你先去看東南亞文化展演 一定很多是有 比如說新住民跟移工去觸發 這樣沒有什麼不好 畢竟他們是台灣很大一個部分的族群 可是他們並不能代表 就是千千萬國幾億的這個東南亞人 還有就是 我們剛剛一直在講東南亞 可是東南亞畢竟是個十個國家 然後印尼就有幾千個島嶼 它每一個 一萬七千多人 對不起 就是它有這麼多的島嶼 它每個島嶼都呈現了 不同的文化跟語言 我們不可能全部都講斷 雖然我們今天還是只會講 講通話 但是其實我們不能就整個概括而定 就好像就是 像台灣你也不會把金門跟馬祖 講成台灣文化一樣 因為還是有差別 其實就是我剛剛從博覽會的時候 脈絡往下談的 就是大家會陷入一個 過於簡化的危險 就是在博覽會當中 你看到的所謂的一個一個攤位 他就是這個文化的整體嗎 肯定不是嘛 那我們今天在講 東南亞每一個國家 好像每個國家都是一個人一樣 那其實所有的國家 包括台灣地區各個島 台灣其實是一大堆島的匯集 每一個島都有自己的文化和歷史 也有自己的語言 其實是有什麼一個東西 可以完全代表全部嘛 是不行的 所以這是我們在台灣碰到很多 東南亞議題 常常會有這種大的謬誤 就是用一個偏見 用一個偏見蓋瓜全體 那其實旅遊指南也有一樣的問題 他其實並不是真的呈現當地真實的狀態 他只是呈現旅行者想要看見的那個畫面 然後大家根據這個指南的提示去 比方說指南書有拍到這張照片 大家就去到這張照片一定要拍那張照片 其他都不看 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還有沒有朋友 來 開著 開著 已經開了 其實我想回饋一下那個玉姿前面這樣的鼓典音樂文化 那因為我博爾寫那個就是改造東南亞南亞文化元素的企劃小說嘛 那現在是在設計超級的 然後很頭痛的音樂、樂器那些 就是雖然我有常過資料 我大概知道半年信仰的影響 那我自己也想到一些地方就是 就是古典跟現代的差距 因為換東西你幹嘛 因為我會相信一切 就是器物它是有生命跟義 要現代就是硬的路就是 這個分割的斷裂 就是補割的一切感想 對 就是時間 生靈消失了 所以我覺得我去那邊就是學習 或是再凡學習這些東南亞 因為我自己覺得最感動就是這個部分 他們從打從心裡對樂器 然後對老師 或是已經是最老師的那些的尊敬這樣 然後我覺得還可以補充一下剛剛 就我 我最近 就我們之前有討論 然後跟我自己最近覺得我如果要分享東南亞的文化 我最想要跟大家帶給大家一個觀念 第一個就是我們 我希望大家可以就是 破除這些原有你對國界的想像 就比如說剛剛講的 泰國就是泰國 然後現在就是現在 可是它同時又有一些共通性 可是這些共通性可能也是打破這些國界 比如說剛剛講的啊 高年文明跟基於太監療文化圈的這個概念 然後再加上其實剛剛有稍微講一下 比如說政治 為什麼我認為在音樂上面有政治 這邊可以講說就是之前 因為剛好我們之前參加一些活動 然後有接觸到泰國的蘭納文化 那蘭納其實是一個泰國北部 應該是現在清邁的地方一個 泰國的古王朝 然後也是非常強大 而且它的 它好像到18多多少年都還有存在 可是因為我那時候記得我在學泰國音樂的時候 老師就跟我說 我們泰國有四個王朝 第一個就是那個 阿余塔亞大臣嗎 第二個是 宿和泰 然後再來是 宿和泰 宿和泰 曼谷 對就是泰國 曼谷後來有兩個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 怎麼沒有講到蘭納 然後我就去問老師 然後老師就說 這蘭納呢 雖然在泰國 可是沒有被算在我們 正統 對 正統的歷史 所以它其實還是具有一些 當然我們 我們也是在講歷史 它總是具有一些選擇性 它要怎麼樣去 合理化它的 這個統治 所以它當然 因為它覺得蘭納王朝 它為什麼沒有把它算進去 第一個 它覺得蘭納王朝 跟泰國的這些 比如說阿余塔亞 可能是有敵對的關係 因為它沒有打仗 然後再加上 他們的文化比較 比較不那麼相近 就它的文化上是差異性比較大 所以其實你從這邊 你也會看到 當你比如說 在我去學習泰國音樂的時候 如果我只聽老師這樣講 我可能就覺得 喔泰國就是有四個王朝等等 可是這四個王朝 老實說 主要在討論的也是中部 這些曼谷附近的這些的文化 我們也不討論東北 比如說剛剛講到那個納嘎 伊珊根本它 它也不會被算做是 當你在講傳統文化古典文化的時候 它也不會被算在黎明 那我們那時候還有學習一首曲子 叫翻成中文 就是四個地區的歌曲 但這次也是非常有趣的 因為泰國它的 你去學 比如說你去看書 寫泰國文化概論的時候 它會把泰國分成四個大地區 應該是五個 好像是五個 然後這樣四個嗎 有點忘了 五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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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東北 好 whatever 反正就是它有幾個地區 可是這個套族曲呢 它就是 在一首族曲裡面 它會演四五個地區 其實你聽起來就很不合邏輯 很不合邏輯 因為它其實四個地區 四個不同的part 它是演奏不一樣的文化的音樂 所以它用的樂器其實也不一樣 所以比如說它會演南部 南部可能是跟Islam比較有關係的嘛 然後東北部有Islam 還有Naga 那其他可能就是 每個音樂的概念都不一樣 可是當我們今天比如說我們作為台灣人 然後我們在北一大演出這首歌曲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 我們就是用它傳統 就是中部曼谷的這一套 琵琶的樂器去演奏 其實是非常不合邏輯 因為比如說南部根本就不會用琵琶 或東北他們應該是用以三地區的那些樂器 所以其實這 當我們在台灣不在泰國這個脈絡裡面去學習東亞文化的時候 本來就會有很多 你看到可能是 就剛剛跟柏蘭會一樣 你是看到是被簡化的 被放在一個一個小格裡面 它為了讓你在短時間知道這些東西 它會把很多東西簡化 跟它可能為了政治或什麼樣的原因 它就簡化成一個只在講他們主要政權的文化 所以可是我們通常接觸也就是這種東西 我們可能也就認為 比如說就是 泰國文化就是都是漫國文化 那這就會有很多的出入 比如說你在接觸 那你可能在接觸台灣的印尼的這些 這些新住民 他們大部分是加里曼丹來的 可是我們大部分學的印度尼西亞史就是 爪哇中心 可是是完全不一樣的脈絡 因為他們就覺得 他們不會覺得他們是爪哇人 他們也不講爪哇人 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在接觸東南亞文化的時候 可以有多一點 不要把自己綁死在那個原有的文化跟 國家的認知裡面 可以跳出來 或是當你覺得有些不太合邏輯 或是你自己覺得疑惑的地方 你可以找更多的書 然後希望是英文書會比較 就是有幫助 我們雖然一直在封擊所謂的西方視角這件事情 可是因為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最早訂定研究基礎的也就是這些殖民者 所以我們在參考他們留下來這些研究成果 同時也必須不斷的提醒自己 我們是在用殖民者的視角去看我們所身處的這個世界 中間就需要有一把尺去做一個界定 好 還有沒有朋友想 我以為 我應該直接講可以 就是 我有一個小小的心得想要分享 因為我之前自己是有在一家新創公司 然後我們有提 我們想要提倡責任旅遊這件事情 那剛好我老闆他雖然是一個日本人 但他非常focus在東南亞的國家這邊 那我這邊 因為剛剛前面有提到很多 趕快講者分享包裹的所有東西都串起來了 那我覺得 其實最重要就是像剛剛旅遊展覽說的 我們到底是要呈現什麼東西給什麼人看 那 一般 一般消費者其實我們在做產品測試的時候 我們也會有很多類型的文章 或是很多類型的影片 有趣的是 很多人說我對旅遊有興趣 我超熱愛旅遊 但他們對於旅遊的定義 我覺得這個旅遊這兩個字被濫用了 甚至喜歡旅遊的人 他們可能是去享受 就像剛剛江澤有提到的 那有一部分的人還是 對於有一些議題 或者是當地的文化是會想要去了解 但是 就我們目前市場測試的結果 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少的 那所以 我們的APP到底要怎麼樣去營運 就 呃 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就是我們可能也要有這樣子 符合這群人的東西 但是我們還是要有一些 剛剛可能提到的美食啊 或者是一些景點啊 或者是住哪裡比較美 就是這類型的東西 所以 我覺得在真正想要把這樣子的旅遊文化概念 或是把東南韓國家 他們真的有的美麗的東西推廣出去的時候 對於目前的市場來說 呃 可能如果要作為一個盈利的方向 可是有一個問題在講 嗯 謝謝 謝謝 如果要看著當地人的作息 去生活 你才算是 得到當地真正的體驗 可是慢慢我發現 這其實是有點自欺其人 因為我是在模仿當地人的生活 沒錯 但我還是沒有進入到當地的脈絡 除非我真的在那邊做人類學家 然後長期田野 可是實際上不太可能 包括我在衛子男書寫著的時候 可能一個月要跑 一個月內要跑很多的地方 每天都在換旅館 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就一直在思考 那其實大家出去旅遊 他 不是只有像我這種 極端的背包客 他其實每個人有每個人不同的需求 比方很累的時候 我也會想要找一個舒服一點的旅館住 對這個 尤其路上跑了一天 或是路上跑了好幾天 那個突然有一個地方可以好好的洗個熱水澡 其實是非常療癒的 即使當地人都不洗熱水澡 對就是那個 自己身上的那個生活經驗 其實真的會影響自己在當地的一些行為 所以我不能說觀光發展完全是負面 那他也的確有他必須的存在 就是我說關於比較舒適的這些文化 這些設備的人 他也有他的這個必要性 可是就必須去思考到說 當你在當地去使用這些設施 去取得你所謂的舒適或愉悅的過程當中 第一個就是要問錢有沒有到當地人口袋 為什麼剛剛特別講一條龍 是因為錢還是進到中資的口袋 他並沒有對當地的發展有所注意 他只有造成當地水土保持的破壞 因為你要容納那麼多的團客 就表示你要整平很多很多的地去蓋大飯店 那這個大飯店的水和排污這些系統有在做嗎 老實說你去問台灣的這些大飯店 大家其實都不太敢談這件事情 他其實是非常非常大的污染源 所以去觀察這個東西 然後盡量去尋找說如果我要報道的話 是不是有綠能的建築或綠能的設施 或是他是用當地人的系統進來 在這個飯店或是相關的設施裡面工作的 而不是完全就是跟當地的這個生活脈絡脫離 他這個就是一個負責人的觀念 然後再來就是有沒有環保的基本認知 比方說一直在鼓吹 我們一直在鼓吹你去外面住旅館的時候 要自己帶自己的盥洗用具 盡量減少那個小的瓶裝的那些東西的消耗 然後不要穿當他們的擠鍋鞋 那些不知不其實都是污染源等等的這些事情 其實說起來要追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瑣碎 可是負責任這件事情就是在這些瑣碎的事情當中在累積 所以他有很多很多需要去辨明的過程 當然最不負責任就是那你就去找計程車 我覺得這個是最不負責任的一個指引方式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亞洲其他國家來台灣 大家都還是很依賴計程車 其實台灣的大陸交通運輸也不算太糟糕 對我覺得這就是台灣他在面對國外的時候 有沒有把這個部分去用各國語言界面去好好的做介紹 這其實是有問題的 對阿 恩 謝謝 我也想要分享一些我的心得 就是關於台灣人的旅遊方式跟國外的旅遊方式 就是我之前預料的就是一些西方的 他們是使用像撞遊式的這種方式 所以他們在同一個點他們願意去停留比較多的時間 去瞭解當地的比較深入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很慘虧一點就是 我自認我自己很喜歡去旅遊的人 但是可是我對於就是當地的文化接觸的方式 其實我都是用Google 然後寫說欸這個地方 必去的地方是哪裡 然後必看的東西是什麼 我的那個思考邏輯已經變成我要去 用素食的文化去認識這些東西 所以我只會可能只有兩三天的時間 可以去到這個城市 然後到 隔天之後我又要到另外一個地方 就是好像我要到很多地方 我才算是有學到很多東西 然後這是我覺得很遺憾的一點就是 為什麼我們已經變成 只能透過就是很粗淺的這些方式 去了解一個地方的那種感覺 所以就是今天介紹這些旅遊書 就是讓我覺得 是不是我應該要用更深的就是 更多的時間去了解我真正想要去那個地方 它的文化內涵是什麼 謝謝 那我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我以前大學老師他跟我講 他是學公共工程還是什麼 反正他是做捷運的 然後他就跟大家分享說 他每次出國的時候 他就去看當地的捷運 所以他就去法國啊 拍地鐵長什麼樣子啊 那當然 法地的地鐵可能後面有更多含義嘛 比如說他的造型 他的裝飾等等 那對我來說因為我就是 從小就喜歡表演藝術 所以我每次出國第一件事就是 先Google說 那裡面有沒有表演可以看 或是有沒有美術館可以去 那我覺得其實就是 因為畢竟你喜歡的東西不會扁嘛 如果大家有一個特定的興趣的話 你可以用那個興趣去做 去Google 比如說所以我為什麼都喜歡 那麼喜歡龍尼不仁明 因為他裡面都有寫說 哪裡可以看詩 對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因為畢竟有些人 比如說你去 去可能去五哥戶 你就有人就是 不喜歡看那種 對他就覺得每個都長得一樣啊 可是他也要待三天 他就是快瘋了 他可以 我覺得大家可以用就是 你自己的興趣 然後跟當地 有沒有什麼樣的發展 因為他每個地方 一定有他不一樣的發展嘛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去看你的 當你之後要去的國家這樣子 然後補充一個 一個tips 所以 老實說啦 我們生活在現在這個網路時代 很容易是會被蛊惑 就是 大家都說一定要做的事情 都沒有 但是沒有去做 管要被人家笑 然後大家要去吃的拉麵 沒有去吃 所以呢 這個是人情之常 我覺得不用去 給自己太多的judgment 那 一個建議就是去一個地方 不要只去一次 對 今天喔 今天我可能跟團 好跟團去日本中部走了十天 那我下一次可能我自己去 一樣是十天 但我只在帶一個地方 就是我神經去過 我覺得我特別有感覺的一個地方 這也是一種 我覺得會是一個比較好的方式 就是 旅行有很多種 旅行有很多種 就是讓自己各種不同的都體驗看看 像今天下午我在Google那個東方快車 從 對 那個真的是 萬惡的 萬惡的小資的 真的是有錢人 享受 就是 要三四萬台幣起跳的 做一次火車 從 曼谷到新加坡這一段 橫越整個馬來西亞 馬來半島 非常豪華的 十九二十世紀初的那種 貴族式的火車旅行 非常經典 它是可以 你可以完全感受到 到底當時二十世紀初期 這些殖民者 他們怎麼看待亞洲 這件事情 可是它的代價就是 努力存錢 努力存錢 好那 不好意思因為我剛剛比較晚到 那那個 何老師特別指定 要我跟大家說一下 我是廖雲章 然後我是 我跟張正是 這個書店 就是我們是 共同創辦人 然後今天很高興就是 何老師選擇 今天晚上 你們可以聽到 那個很精彩的 運知跟職遇的分享 如果我是今天才知道你們今天要過來 那 我跟何老師有另外一層關係 是我是天下獨立評論的主編 所以你們應該知道何老師是 我的專欄作家 那其實運知也是我的作家 就是運知 其實運知寫了好幾篇 就是跟烏歌庫旅行有關的 包括責任旅行 這樣的文章 你們可以上去獨立評論上面去找 對 那今天老師跟我說 要我跟大家說一些什麼 就是 本來老師希望我可以跟大家 導覽介紹 為什麼你們要做這個空間 可是我覺得 與其讓我們來介紹 不如就讓你們直接進來體驗 直接就進來參加這樣的活動 我們去年在這個空間辦了355場的活動 就是我們有 除了演講 我們還有舞蹈 我們有音樂 我們還有美食 對 我們就在這樣的空間裡面 就是很神奇的 就創造出了非常可怕的 我們都不知道接下來還會有什麼 對 可是 我們希望在這樣一個空間裡面 讓他變成是一個種子 就是我們當然彼此連結 比如說我跟孕之跟石瑜 就我們本來也不認識 其實孕之還有另外一個身分 他剛剛其實沒有講 我以為他會說出來 就是孕之其實也是新二代 對 他同時有另外一個 所以一天到晚有人叫他 講一些香港文化 但他都隱藏這個身分 因為他雖然是香港和越南的新二代 但他的專長是五歌窟 對 就是你不一定要研究跟你全員有關的 同時這也是另外一個 就是我覺得我們在看東南亞 或者新二代新的議題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可以跳突出來 就是他媽媽是越南沒有錯 可是他沒有很喜歡學越南語啊 就是他為什麼不可以喜歡泰國 為什麼不可以喜歡五歌窟呢 就是我們對東南亞的想像是 真的不是不應該是一塊 他可以是非常的多語言 那也希望各位就是對 不管是 我覺得東南亞跟社系 有很多可以連結的地方 因為其實這些地區都有非常多人 企圖想要進去做一些 跟社會有關的連結 但目前為止好像 其實特別像柬埔棧站 就都做得不是很好 對 那至於也許下次還可以特別專門講一場 就INGOS 對 這些開發中國家的傷害 對不對 好 那我先簡單說到這裡 今天很歡迎你們來 謝謝 謝謝 你們是研究社企的齁 對 他們都是研究社企 我剛剛來的路上 今天才敲定一場 下個禮拜一的演講 叫做靠北社企 我遭到了一個 社企相關NGO的 高階 主管 剛離職 所以他會匿名來講一場 靠北社企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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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謝謝黃老師 謝謝各位同學 謝謝兩位講者 他們還會繼續講 他們幫我們排了一整年的演講 四十到十二月 四十到十二月 說書 很累啊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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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要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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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要拍照